嗨大家好 我是占星师苏菲亚 今天来跟大家做的开运测验 是来看下半年你的财运如何呢 一样我们按照惯例 要请大家深呼吸三口气 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之后 请依照你的直觉 在以下的七张牌当中 选出一张牌 深呼吸了吗 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来准备的是月象牌 那么月象它就像月亮一样 这个光芒是每一个月有阴晴圆缺 也像我们每个人的财富一样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做这个测验 我们现在看到第一张牌 残月牌 残月是大概发生在农历最后的几天 比方说27 28 29这种日子 残月牌你看到这个月亮的光芒 慢慢的消失 要进入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 也就是下一个新月 所以代表的是说 你现在的财运可能不是很理想 或者是你刚做完一些很重要的投资 所以你手上的资源比较没有这么多 所以抽到残月牌的朋友 他其实在告诉你 你可能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补充能量一下 或者是要去思考一下 你现在的状况如何 然后拟定新的计划 对于过去的损失不用再烦恼了 他就已经走了 对于未来 那才是你最重要的重点 所以残月牌提醒你的财运 现在要准备新的开始 可能过去已经过去了 或者是说并不是很理想 资源有限 所以你要更谨慎的 运用你手中的金钱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张牌 第二张牌可以看到的是 月时 月时是非常强大的满月 因为月时就会发生在满月的时候 只是月亮会突然不见了 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代表你今年下半年 在财务上 肯定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或挑战出现 比方说你赚了一大笔钱 或者是你可能会亏一大笔钱 或者是你有一些财务要处理 那这个月时在下半年 除了上半年5月26号的月时以外 另外一个月时会发生在11月19号 所以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我们可能要在11月19号左右或之前 留意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那么特别是如果你呢 又是上升或太阳在金牛天蝎 或者是呢这个白羊 还有天秤座朋友 你抽到张牌我们就要特别留意 你在下半年的财务状况 可能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大好的结果 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再我们看到第三张牌 满月牌 恭喜你 如果呢你抽到满月牌的朋友 代表你下半年的财运非常的旺盛 满月嘛 月亮最光亮的时候 你现在财运是进入高峰好不好 所以好好的把握赚钱机会 你要懂得好好的运用手中的资源 当然我相信你会享受生活了 那这张牌的朋友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呢 财富就是会有殷勤缘缺的现象 所以你现在这么好 别忘了要持盈保态 想一想如何维持它 或让你的钱呢 有更多发展的价值 我觉得这张牌是 非常祝福你的财运的哦 恭喜你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第四张牌 日食牌 日食是超级星月的概念 它会发生在星月的时候 太阳忽然不禁又出来了 所以出到这张牌的朋友 代表你今年的财务 肯定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而且是新的开始 也许你终于还清债务 也许你借了一大笔钱 要做一些创业或投资 也许你重新跟公司谈了薪水 也许你合资合伙 Anyway 这张牌都告诉你 你在财务上会有一个重大的决定 特别是呢 因为在今年啊 这个日食会发生在 6月10号跟12月14号 所以这两个时间点 特别是12月14号前或者是那个时候左右 可能就是会发生我刚才讲那个很重要的事情咯 特别是呢 如果你本身呢 又是双子射手 或者是金牛天蝎的朋友 我们来看的是上升或太阳哦 那你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议题出现 所以不管是日食还是月食 第二张牌或第四张牌 它都有点像我们之前玩的大富翁里面那种命运跟机会 可能是很好的 也可能是很挑战的 但是 你总是有财富的机会嘛 看你怎么运用 再来我们看到第五张牌 下旋月 下旋月呢是月亮光芒越来越弱的时候 但是还是看得到那个一半的月亮 所以下旋月呢 在告诉你 你的财运呢 现在有一个慢慢慢慢往下走的现象 你还是很富有的 你可能还是不错 可是有可能 你现在的理财方式 或投资的一些标的 或一些花费的项目 你得要放弃 你哪些花太多了 哪些可能他的投资报头率不好了 或者哪些不该花的 这张牌都要提醒你 财运虽好 但是有一些事情要做一些断舍离的决定咯 这样你下半年才会更好 第六张牌是上旋月 你看 跟下旋月是不一样的 上旋月呢是有一半的月光 但是它会越来越亮 所以代表你的财运是走上坡的 会越来越亮 好很棒 可是 上旋月代表说你现在可能要赚大钱了 收入要提升了 可是你要争取 你要忙碌 你要有钱的意识 只要你愿意赚钱 你相信你可以 这张牌它会祝福你有美好的财运 最后一张牌叫做新月牌 农历初一的新月牌 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恭喜你 下半年是一片白纸 希望你的存款不是一片白纸 重点是呢 这张牌在告诉你 你不理财才不理你 你愿意开始理财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月牌是一个新的起点 那当然呢 新月牌也代表是 你可能很多东西要学习 或者是很多事情早就知道了 你就是没有执行 好不好 抽到新月牌的朋友 现在开始执行你的理财计划 或者是就开始 找更好的工作 或谈谈看有没有一些加薪 或是增加收入的方法 我相信 你只要从当下的一个决定开始 就会产生致富的一种发展可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测验 希望你会喜欢 更重要的是别忘了 小富有减大富有天 其实啊我们可以靠自己的 这种习惯或者是做法 至少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丰盛哦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下半年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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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